蓝湛想了想,往一个意想不到的位置落子,也围死了魏英的黑子。 乐器我修的是琴,兄长修的是萧,不分伯仲。 剑术、射箭、书画、奇异和马术最初都是他教我的。 只有问灵这一项我强卸。 魏英感叹道,你哥不愧是世家公子榜排名第一的人。 就是不知道,他以后会娶什么样的女子。 蓝氏家主的夫人,想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蓝湛手一顿,想起了金光瑶。 魏英也想起来了,问,对了,你哥和金光瑶是好朋友,他都娶妻好多年了,你哥怎么还没动静? 不知。 蓝湛摇头,说,自小兄长便能看穿我心中所想,我却不能猜出他在想些什么。 魏英又笑,说,这倒是。 当年泽吾君就看出了你是很看重我的,偏偏我这个当事人却看不出来。 蓝湛,你当时有没有暗自懊恼? 蓝湛落下一子,又围死了魏英的好几个白子。 韩光君手下留情,让我想想该怎么赢回来。 魏英看着棋盘认真思索片刻,在边角处落下一子,也围死了蓝湛的几枚白子,勉强打平。 蓝湛并不在意输赢,随他去,只守不攻。 魏英又问,当年在冷泉,我叫你去云梦找我玩,你是真的不想去吗? 后来去过,我怎么不知道,那时你已不在云梦。 魏英脸上神色空白了一瞬,才说,那时我应该是在乱葬岗,跟温晴和温宁他们种萝卜土豆吧。 蓝湛的神色淡淡的,也许是因为时隔多年,魏英如今也安好,他不再一听到乱葬岗三个字就变了脸色。 蓝湛,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会找个什么样的道理啊? 你呢?蓝湛手中粘着一枚棋子,迟迟未落。 我想过的,要好看,跟我一起走出去能引人回头的那种。 要有趣,能跟我玩到一处去。 还要能打,不会拖我后腿。 江城当时还取笑我,说我这哪是找仙子,明明是找兄弟。 他自己就符合这个标准。 蓝湛终于不在手下留情,白子落在了关键处,彻底围死了魏英的棋。 不是吧?蓝湛,哪有你这样的? 我明明在很认真地跟你聊天,你居然下这样的狠手。 魏英开始假哭,再来一局。 我一定要赢回来。 不下了。 蓝湛毫不留情地开始回收棋子。 给我一个理由,不然今晚你今晚别想睡了。 魏英呲牙咧嘴地威胁他。 江婉淫说得对。 蓝湛凉凉地看他一眼,说,你选仙子的标准跟找兄弟差不多,他就很符合你的标准。 啊? 魏英傻了,万万没想到随口那么一说会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。 你吃醋了? 蓝湛不理他,起身去铺床。 不会吧,你真的吃醋啊? 那是我师弟爱。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,就跟你和你哥一样啊。 魏英跟在他身后转,一把抢过被子不让他扑,说,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 你小时候想要什么样的道理? 蓝湛深深地看他一眼,不说话。 让我想想,一定是那种端庄闲静,什么都懂得名门仙子。 而且要能和你吃到一处去,不然谁受得了你家的草根汤啊。 我家? 哦,说错了,重来。 是我们家。 好歹我在族谱上也有名了。 蓝湛立在床边,低头看着魏英,如今魏英身量不够,蓝湛整个人都比他大了一圈。 一旦沉默不予俯视他,还是很有压迫感的。 怎么了?你想说什么? 魏英不由自主地干咽了一下,我又没说错,族谱上你的名字旁边就是我呀。 蓝湛转开眼神,轻叹一声,说,算了。 然后又去扯他的被子铺床。 魏英无奈撒了手,看着蓝湛铺好床,对他说,明天不是要搬去梅园。 早些休息。 灯熄了,胜了一室静忌。 魏英规规矩矩躺在床上干瞪眼,过了半个时辰,实在睡不着。 就小心翼翼地从被子底下伸手去找蓝湛的手。 蓝湛的手心总是温热的,温度好像总比他的高,摸着特别舒服。 魏英找到蓝湛的手,悄悄地握住了,轻声说,蓝湛,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要别的道理。 我真的只是好奇,你小时候的想法肯定跟现在不一样。 蓝湛闭着眼,嗓音低沉,回答他,一样。 嗯。 魏英侧身面向他,放软了声音问,为什么? 你小时候真的没有消想过其他仙子吗? 没有。 蓝湛想起怡陵那个无名的煽动,那一声声毫不留情地滚,心里终究还是有些酸涩。 即使知道重生以后的魏英同样在乎自己,但他却不确定,等魏英真正长大,心意是否还能依旧。 他的感情容不得一丝一毫地勉强,很多事,如果魏英不问,他永远不会主动提起。 魏英进了片刻,又问,那你,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喜欢的人的? 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生。 蓝湿先祖是和尚,为一人入红尘,又为同一人出红尘。 你父亲对你母亲也是用情至深。 轮到你,竟也是这般无怨无由。 蓝湿还真是敬出痴情肿。 睡吧。 蓝湛的一只手被魏英松松握着,板正的睡姿被打乱,但他始终没有抽回手去,任魏英握着。 往后如何,不能强求,只能走一步看一步,顺其自然。 魏英最后只收拾了几身换洗衣服,就搬进了梅园,住的还是他亲自动手收拾出来的一间空房。 这间房挨着屋门,一开窗就能望见院门和那棵梅树。 绿云均住的里屋,窗户挨着后山的悬崖,魏英进去打扫时看过,窗外景色算得尚显其归利。 若是已在窗户,一不小心还可能掉下去。 绿云均教东西果然很有个性,他不像寻常夫子那般一板一眼的上课,哪里都可以是他的课堂。 魏英吃着饭,碾着药,或是喝着茶,都得听绿云均讲药理。 课后的作业一概没有,也不需腾抄文字,绿云均就丢给魏英两本本草纲药和病理级,让他得空就翻来看看,最好倒背如流。 时日一晃而过,魏英潜心向学,难得静下心来,不闻窗外事,倒也自在。 他一旦专心做什么事,就很难一开心思,倒是没怎么想着去见蓝湛了。 说来也怪,他没去找蓝湛,蓝湛也不来看他。 整整十日,像是彻底断了联系。 还是绿云均看着日落,随口一问,蓝二公子最近在忙什么? 怎么不见他来找你? 不知道,大概出门去夜猎了吧。 魏英正拿着一株他从后山悬崖上挖来的完好无损的铁皮石壶研究,随口答了一句。 绿云均齐了,你不想他? 想啊,但他又不会跑。 就算哪天真跑了,他家就在这儿,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。 这倒也是。 不过,我也没不让你出门,你怎么也不去找他。 从前你还是魂体时,黏他那股劲儿呢? 我要跟你学医啊。 搬来这之前,我跟蓝湛说好了,有空就见见,没空就不见,反正我也不会跑。 绿云均泽泽称奇,你俩也是怪胎。 哎,你既然都去爬那悬崖了,摘了这铁皮石壶,怎么不摘九死黄魂草? 那个效果也不错。 魏英头也不抬,说,我知道, 九死黄魂草泉草有止血,收敛的效能。 民间将他泉珠烧成灰,内服可治疗各种出血症,和菜油拌起来外用,可治疗各种伤口。 但我更喜欢铁皮石壶,他开得花好看,也更耐寒, 而且,他能生津养胃,滋阴清热,润肺一身,明目强腰。 怎么,年纪轻轻,就想着补肾了。 绿云均取笑他,你还未及关,成家早着呢,想什么呢? 魏英也不恼,说,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, 我想试试,冬日能不能移栽铁皮石壶,把它放在室内,蓝湛应该会喜欢。